第四節 後面的圖片是英國《衛報》引述一個美國報道 就是在密歷根州 當地右翼民兵抗議禁止 抗議禁止禁止不像我們香港那樣 有實彈的,不要當他留 有槍更經典的是 他們去到州政府的總部 曬馬 他們完全沒有事 不會有防暴警察走去 防暴警察不夠他們抽 除非他們出軍隊 否則大家把火箱放進去 那不會 沒有誰有好處 那形成這件事有什麼因素呢 或是為何我們在今天的節目說 在現在的美國 本身大家的爭拗 仍然維持在所有政治層面 甚至經濟層面 或者醫學層面 第一 這個瘟疫應該如何處理 例如疫苗、檢測、醫院部署 這是技術層面 譬如有一個包子 他經常出來說 但不太有說服力 很多人都不同意 第二 就是經濟狀況如何 很多人失業 失業的情況應該破心 甚至超越了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 第三 就是政治上 政治上的意思就是 年底11月的選舉 大家如何部署 但現在大家看到很有趣 就是拜登好像放上手腳 沒有怎麼出聲 都不開始做一些認真 很針對性的一些選舉工作 可能的原因就是 大家都不想說 在這個疫情上面 覺得被人覺得抽水 但是 到了一兩個月 這個情況應該變 這類的小型身份區後面顯示了什麼呢 就是第一件事 就是在地方多 在地方的層面 就是在中部 對於中部 其實那些人對於lock down 這件事是用一個傳統 美國人的看法 就是政府是不應該管用民間 不應該管是涉及到差不多 每一個生活的細節 現在他們覺得就是 這個lock down 是一個陰謀 就是侵犯他們的自由 就是侵犯他們的自由 那一到這樣 就是那些在民間 很多年大家 就是大家是 叫做商安無事 那些民兵組織 就很熱身了 那原來這些有男有女 就是 看下去就 不是 甚至說你是當地普通的人 那他們有這種本能 就是有這種事情 就是他覺得 侵犯了他 身為美國人 即是得到憲法 賦予他的權利的話 像是如生俱來的 如生俱來的話 他就會把東西拿出來 曬曬曬曬曬 其實這種態度我是非常崇尚 有了這件事 在香港不會那麼多人死 我修定可能有人死 但不是這樣死法 不是這樣被人扔在上面 跳樓或者變浮屍 起碼你會有一種反抗的情緒 涉及到美國這些槍 所以我們不介入 因為很多人不同的看法 但現在講到一個什麼問題 我想是美國精神 其實一開始 大家抱著什麼心態 去到美洲新大陸上 去尋求新的生活 而這個態度就是 自由就是他們的核心價值 不是 自由是要擁有武力去保護 自由不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與生俱來 無法遇生俱來 你不拿著川普是沒有自由的 OK 而且在那個地方 所謂托方 你不找著川普保護 你沒有武力保護自己 你生存不到 換言之 他去到 講這二百多年 他們到現在 他保留到這種心態 但是這種心態 現在跟什麼的政治理論結合 就是跟川普的政治理論結合 即現在你看到這群人 其實就是川普的支持者 但問題來了 是不是川普一定會得到這群人的支持 第一樣這群人做什麼 就是去兇民主黨的政府 即這個州政府是民主黨的 是直接是一種武力威脅給他 當然如果你譬如一個政策 這個當然是不允許 但是在美國現在 就可能會廣泛地 如果這個禁止是持續的話 可能會出現這種問題 因為其實在奧巴馬他上台的支持 已經有類似這些去討論的問題 就是所謂武裝起義 武裝革命的可能性 因為他們是不相信一個黑人做總統 到現在那個局勢就少人微微一點 就是在這些地方 他對於那個所謂執政的民主黨 是會產生一個幾危險的信號 就是大家可能真的要掃諸武力 去到這樣的情況 甚至共和黨的人都不會接受 即他們說 你搞歸搞 你不要搞他 搞他成這樣 因為這個會擾亂整個美國的秩序 但我覺得 為何我要提出來 就是我覺得 有一點擔心 就是 在特朗普的角度 其實他現在 他是想過經濟復甦多過疫情 如果這個是一個trade off 即是說我死多少人 我要換回多少經濟復甦 他真的會掃取這個可能性 即他有一點不同 譬如在歐洲那些情況 歐洲的情況 如果我估計 譬如在德國 他們是盡量以那個人命先 因為這個涉及到政府的民望 沒有問題 但是呢 如果在美國 如果在特朗普的角度 他去做選舉的工程 他最重要的賣點就是 他能夠 經濟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這個Great 本身是 是賦予經濟的元素相當大的 即是說 在經濟上 再強勁些 即比疫情更加好 他們才覺得特朗普做到他要做的事 即大家都找到食 因為之前大家的分析都是說 希拉你如何會輸 就是當時 在做這個選舉工程的時候 就說太多佐交廢話 說太多 身為一個女人怎樣怎樣 身為甚麼甚麼權利怎樣怎樣 但是 很多美國人當時 他們關心的就是 究竟他們可以怎樣賺錢 嗯 所以就說 既然特朗普 他是打著一個經濟旗號上去 他說他不可以衰收尾 他不可以 尤其是這個時候 而且最慘的是 他罵他自己全都中了 哈哈 最糟糕的事 他就說 股市要是跌一千點 總統應該就包袱了 誰知道他跌了 這個時候跌了 他跌到不至一千點 而且他標榜一樣 他命到美國的就業率 是歷史上最高 但現在一個瘟疫 令到整件事是倒遠了 是啊 所以他要很著力去令到經濟復甦 但現在出現了一個大項目 就是甚麼 你要得經濟復甦 你就不可以有封鎖 你有封鎖 你就不可以有經濟復甦 兩者不能兼得 於是他要做一個選擇 這個選擇會否有效 就是一個很大疑問 因為譬如他的看法 他寄望在未來幾個月內 會發展到譬如疫苗 甚至是藥物 兩樣東西都未必是如遠 但如果不是今年做到的話 就會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封鎖 如果你要救人 就要繼續封鎖 那時間這麼緊迫的話 他做一個抉擇就會比較艱難 亦都看對手 會不會利用這個情況去攻擊他 知道 其實他不太能做 是啊 這個大家都推算到 但問題是另外一個更加嚴重 大家現在不太想說 亦都不敢說 就是說 當一旦這個封鎖的情況 是持續的話 在美國部分的州份 特別是中部那些 可能會發生嚴重的槍擊事件 甚至是武裝的活動 這個其實才是美國 現在真是一個最危險的地方 因為這班人本身 其實他們儲存了 就是等這一天 你知道嗎 譬如說有很多生命力 你有看過那些雜誌嗎 是啊 美國有很多這些古靈星怪 古靈星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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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的 很多的思維 反而就是這一點 令到這個國家有趣 他們的想法是怎樣呢 就是所謂的末日的情況 譬如說 來到末日的時候 政府崩潰了 他們自己要做些什麼呢 剛才我們說過 第一件事就是拿著槍 保護自己 如果再加上 譬如說 那個經濟的動盪 實際上 美國出現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那個機會不低於是中國 絕對是 因為不是說 那個社會的結構 即社會的基礎是不好的 而是說 太多人擁有 即是很容易拿起武器 還有美國人 他的那條底線 即他對於不可接受那條底線 是比任何國家的勞高 所以 那是為何美國人經常說到很大 所以 為何美國人經常說到很大 還有少許事情 令到整件事很大龍鳳 就是因為 本身那些人接受不到 即是 還有對於 康律商以外所見到的東西 都是會少見 少見自然多怪 還有 如果你從正面來看 就是很執著於原則 是的 即是在某些原則 不是說所有的原則 在某些的原則裏面 他某些的州份 是相當之執著的 也都是不適宜一個 譬如說坐牢 或者聖命去捍衛 去捍衛這件事 還有去實現他這個想法 是的 如果在特朗普的角度來說 其實他們就要用這幫人 所以他其實挺去支持這幫人 譬如說他下面這個案子 他表明是支持他們的 但是去到這樣 你是不是去縱容他們 或者令他們更加會走前一步 是的 這個問題 沒有玩火 是的 這個問題對於我們來說 在香港來說 有什麼實質的影響呢 剛才那一節我也提過 就是說 其實現在香港的情況 是很視乎在其他世界 其他地方發生了什麼事 或者他們的取態是怎樣 譬如在中國 我不知道你無力於擔心 八月就在海南島附近 就會有一次大型的軍事演習 這個是登陸的演習 是的 現在說到登陸的演習 當然那個推論很簡單 這個是告訴台灣 是的 但是當時會有香港因素 舊於上是立法會選舉 到其次又是搞到什麼出來呢 涉及到下個星期 另外我們也可能要說 就是蔡英文在5月20日 他就職典禮那天 他會說什麼 我們現在也不知道 但是初步估計 他也不會說一些很驚天動的事情 但是問題呢 就是在現在這個狀況下 他的民望這麼高 他應該是 譬如在那個立法院裡面 他有一個這樣的支持 其實他不需要說一些很大動作的事情 他可以逐步逐步去做 他做出來就是 其實蔡英文他之所以是一個這麼成功的政治人物 是因為他真的是一個Doer instead of a Talker 例如在一個防疫工作上面 全世界沒有一個地方是不讚台灣 是的 而且台灣 現在到現在他還是沒有管理感染的 是的 這一方面 是絕對 我們如果香港人是要學行政的話 真的要看一下 但是最重要的是 他先封到中國的關係 如果他封不到這關 他也是什麼的 但是我們之所以 我們封不到 我們封不到 但是我們還做了這個轉口講 是的 接下來就是 他們又來過了 又可以不需要檢疫 又進來 但是呢 有一個解釋到 為什麼香港我們還可以住的原因 就是因為經歷了這十個月 大家在街頭的抗爭 是保持到那個什麼呢 聯絡的密度 很多人會看Facebook 大家會在那個 社交平台 在WhatsApp裡面 所以很多事情是很快 全部都很快 譬如說 什麼能夠可以避免到那個感染 或者減低感染 大家真的真的真的 還有知道的息息來源 那麼台灣方面 更加好了 他們真的封到關 封到關之餘 他封到關之餘 封到其他國家 即很快就封到其他國家 最初出現的國家 就在中國 但是接著就在其他的 歐洲 在歐洲打進來 那麼他做到那個封關 他就現在 他基於這件事 他現在本身擁有一個很大的本錢 就是 就是他 主權的可貴 他不需要做很多事情 去證明他自己是可以的 但是 他也不需要在那個演詞裡面去刺激 給北京有任何理由去做一些事情 不過 在那個具體行為上面 他們可以做很多事情 例如 有沒有聽說 或者重新設計過 還有 其實在俄羅斯 所有人 講起台灣 其實台灣在俄羅斯民間的評價 是非常之高的 很多俄羅斯 是不是因為這件事 不是 以前已經是很 那個 大家對俄羅斯 不是 大家對台灣的印象 就是非常之文明 第一 還有那些人是很有禮貌 還有去台灣旅遊 是非常之享受 當時是這樣的 就是大家是有這樣的印象 如果說官方對於台灣 有什麼的承認的話 那說回來 我們那時候去到俄羅斯 全部 無論你是誰 你要去警署那裏報道 我們是要報道的 這樣 那所有那些台灣文章 他們只是寫 台灣 Glesputlikitair 台灣 中華民國 這樣 但他們是台灣這兩隻字 已經放在頭前面 其實大家是不會對台灣 這個存在否定 還有台灣也是 它是一個很經典的國際例子 變成我們讀國際關係 一定會讀到台灣的一個篇章 一個這樣的國家是怎樣生存 是的 究竟一個 在國際的秩序是怎樣生存 是的 一個法理上不存在的國家 為什麼會成為 不要說怎樣生存 一個國際法理上 是不存在的國家 究竟它怎樣可以做到 這麼先進 還有這麼發展 如何發展 它是一個非常發展的工業體系 還有它有自己的行政政府 還有軍隊 但是它法理上是不存在的 其實 所以就是當時大家讀國際關係 台灣就是一個必讀書 所以這是一個台灣虛者的軟實力 是的 如果我可以寫 paper 寫給台灣 我真的要跟所有台灣人說 就是 do your best to promote yourself 這樣會的 這個 剛才我們說的 這個就是很多具體的行為 也都要美國配合 其實整個大形勢 是很多國家都開始接受台灣 舉個例子 譬如說白宮現在他們 即是要戴口罩 它這裡寫著是台灣 Made in Taiwan Made in Taiwan 這個是一個政治行為 多過一個防疫行為 還有就算他們外交上 不承認台灣 但是民間上的交流 是絕對無法斷 所以台灣人要呼籲他們 努力不斷地去民間交流 他們會做這件事 但是他做到什麼時候 可以將這件事去升級 升級的意思就是 譬如在這個WHO裏面 這個國際組織裏面 他拿回應有的位置 那慢慢美國是會幫他做這件事 而幫他做這件事 就不像以前那麼大的助力 因為很多國家他們後面 即是歐洲來講 歐美的國家 他們也有這種支持 支持在這裡 民間已經有了 首先民間支持就是 所有民主國家 他們的政策 有一個先決條件 可以說 因為沒有民間的支持 所有民主國家的政策 是不能推出來的 一推出來就會變成社會動亂 但是台灣已經在全世界 尤其是經過今次疫情之後 已經在全世界 是贏了 贏了 在國際形象已經贏了 是的 這個阻力是來自哪 就是來自非洲國家 就是來自非洲國家 你看看非洲國家 今次疫情之後 有沒有改變 對於香港來說 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在未來這幾個月 美國的政治 政治的取向會怎樣 譬如說 這些 很明顯他們慢慢會反華 這些民兵 尤其是 這些慘 會 咬牙切齒 有一方面就是 剛才我說的民間外交 就是中國的民間外交 是很講求要贏面 要贏了 我說了 其實這樣 真的出到過 你在別人的地方 你這麼大聲說話 不理你 是不想 有時候如果有些無謂人在說話 不是每個人都會給反應 但是究竟 這個不斷說話的人 大家對他的評價高不高呢? 心裏面有 大家心裏面也有 就是表面不做 但是 台灣反而是做得非常之 另外一個經典的例子 現在是經典的例子 就是澳洲 澳洲 據聞 我們看到一些圖片 就是地方層面的反華情緒 是高漲的 是的 升級得很快 澳洲方面 澳洲方面 各位記者都跟我說 這兩個月 尤其是不要說疫情 是疫情期間 中國政府對澳洲 例如澳洲政府之前有些聲音 想調查這個疫情來源 但是中國政府的態度 令澳洲人突然之間 對北京的戒心 是升十倍的 竟然 澳洲人自己想調查疫病的內容 都不行 我們自己 我地頭 都說 你也很像 太常鑊 這樣來得到 呼呼呼呼呼 所以 其實我也說過 戰狼外交 其實是 是 絕對是 所以我到現在都不明白 為何他們要推出來 不過 我回答你的問題 譬如說 我們接收的信息 跟他們接收的信息不同 很多人給習近平的信息 不像我們接收的信息 他不是接收的信息的渠道 是過濾過的 是 是 是 還有 也要考慮一下 其實在體制裏面的人 他們都是想什麼 就是想升級 真的 不要賭自己 有些什麼 負面消息的話 就淡化他 如果外面有些什麼 反對聲音的話 就押了他 幫自己的上級去打壓 那些反對他的人 升級 這樣的話 就可以獲取更加多利益 因為大家都是 抱著一個打分工的心態 是啊 那最後那個結論是什麼呢 就是 譬如適合到這個 攬不攬炒這個問題 攬不攬炒 用回剛才那個導賊 不是香港人決定的 很多人其實都說 攬炒或者不攬炒 攬不攬炒 不是香港人自己可以決定得到 為什麼呢 現在最大的攬炒派 就是習近平自己 他有一天 他覺得要令到所有人都 覺得中國是一個超級強國的 他要做 他要證明這件事給你看 他要證明他自己是一個強人 他就把事情推到極端 在香港他們也做到這件事 聽起來好像以前一個漏雜 叫做浸富江 就是那些 沒有自信的男人回家 要靠打老婆去獲取自我 以香港他是有條件做這件事 他不可能跟美國攬炒到 美國也有些方法可以避免到這件事 但是香港他要你攬炒 他現在有這個條件 所以你不需要我們攬炒不攬炒 其實都不是香港是我們決定的 是很多聯合國際的因素 就是在下半年他們 大家之間怎樣去互動 就做到這件事 所以大家應該多留意少少 在美國發的情況 在中國的情況 理論上我們都需要多留意 但問題就是那個訊息來源太少 例如太多東西 例如我想知道 現在中國的失業率有多高 今年外貿的情況是怎樣 他現在缺乏美金外匯的狀態是怎樣 這些訊息我們要靠推斷去知道 但反而美國那邊的訊息會比較透明 即我們掌握到他的大致的發展是怎樣 那麼如果基於這個推測的話 那麼他在下半年 其實川普要做一件事 就是要提升對中國那個 在美國裏面那個反華的情緒 他要提升這件事 他提升的原因也很簡單 他拿著一張 這個拜登和習近平吃飯的照片 後面有兩個美女 這樣就已經可以刺激到很多美國人 那麼我們這一節之後 就有另外一節 就是我們跟William和鐵納 去講述那個警暴的問題 大家繼續在這裡收睇 好,多謝 heavenly 唐 先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